这他妈叫鱿鱼 这叫鱿鱼 国地妈妈你在干啥 在菜晚上吃 你在菜我能过来 这又是哪个大片子 我给您去介绍一下 我们家的海产品 脆口鱿鱼所 肉炸都是这样 Q弹紧实 两包四包八包 十二包 还给零包哟 妈你相信不相信你的恶解 就这个肯定是骗人的 骗啥人呢 你自己家的渔船 他跟你说他是渔民了 他被渔船宰的摆了 还说什么 你看啊 这就是他的高明之处 就那种好多带货的 都租船上去演戏 不可能 咋不可能 你再配上他那个口播 再配上他那个浮华道 明里里 暗里给你一顿小暗示 你是不是还觉得 刚捞上来的呢 那不在船上吗 妈你是不是平时 不看我视频 你要看我视频 你都不能有这疑问 这小子叫美洲大吃友 也叫毕鲁鱿鱼 他隔美洲生长的 他咋能跑他船上了 我跟你说 他就是从远洋公司 批过来到船上卖的 这种鱿鱼 跟咱国内的口感 绝对不是一个玩乐 他即便那个就再小 照咱国内的 都差老鼻子 老鼻子 老鼻子 老鼻子了 你信不信妈 哎呀妈 你就是不信我 你忘了你的鹅 我几七个海鲜肩上了 我就跟你讲吧 他准是忽悠你 哎呀别捋了 你那小孩多实的 我去这都八万多单了 这是个资本呢 剩下我就不说了 要不然顾水军 又来黑我了 妈你就别买了 行不行 干啥不买呀 我看的吃挺香 我就想买 哎呀 妈你忘了 中国有句古话了 信钱的不上当 别买了行不行 别买了啊 行不行 别买了别买了 行行行行 乖啊不买了啊 行不行 不买了不买了不买了 咋这么大 怎么样 挺好的 还好呢 煮完差都找你们自己看 你看看缩了多少水 这还没完全煮透呢 好像有点茧味似的 对它泡饱水浸了 基本上像这种啊 都是有点科技于狠活的 那不能吃了 白虾了 脆啊 这茧味太大太大了 我觉得是放火茧 反正我闻着是咱没有缺切证据 但真的很不好 保水剂能涨成30%左右吧 它这个你看看涨多少 别吃了别吃了 本来这视频我就想昨天就结束了 今天我妈又拿出来要做 正好咱就再说一说 换了好电水 不行好像还有味 味可大了 我跟你说妈妈 这就是火茧 你忘了你昨天吃的时候说它辣嘴了 因为火茧它是工业用毒的 你要吃它对你身体危害老大了 它有刺激性和腐蚀性 所以你吃完之后你感觉到刺痛嘛 它就损伤你什么口腔粘膜呀 胃粘膜 更严重的我就不说了 国家肯定是明令禁止的 你看这种都已经透明化了 这绝对是不对的啊兄弟 哪有肉是这样的 一捏就碎了 这就是泡药泡大劲了啊 已经把它的组织都破坏了 正常在网上买 那个口感是很硬很难嚼的 挺老的 这肩伤这良心都坏透了 这叫鱿鱼 这叫鱿鱼 这有良心吗 我真是我不想骂人的 你看我一转 都能转出来损 都能把它搞碎它 一个章鱼族 这都转烂了 可能吗 这就是肩伤自己拿回来 自己泡的药 它转你一份钱不够 还想再多转你一点 我还想吃 别吃了 真的到 白花那么多钱 好了 拍这种视频真的挺不容易的 如果你们喜欢看海鲜精密视频的 别忘了点赞关注 我需要你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这种东西别买 发给你们的老人 特别是老人 别买